要一直哭鬧 浪費大家的時間 昨天 大家看 我音量的確是比較高 但 因為 柯建民已經不是出犯 他是壘犯 一犯再犯 我不知道這個是 是不是壘犯 至少是官方 我只有用 6秒鐘的時間 講了18個字而已 我有講話的時候 黃厚昌也有短暫插話 我想 很良心的嫌疑 心理素質應該改變 這樣對他比較好一點 昨天拍桌子會不會動 沒有啦 民進黨昨天藏在抽屜裡面 他們想要去搞的那個規則 你把它拿出來看 就根本不及格嘛 這個也不是很複雜 所以沒有說什麼基準也不適合 我講的是口頭執行 是 是 是